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視 我是鷹鷹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謝文恩分析師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發財 老師最近中美貿易戰似乎是有緩解的跡象 那我們今天看到排名上 老師剛剛說 這個被動元件表現很好 是真的嗎 好的 那麼基本上我講坦白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應該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可是如果說你有鎖定 我跟盈盈的節目 在禮拜二的那一天 我還跟大家預告 我說你們真的要偏多來做操作 那麼只是說 就一般投資朋友的角度 你們可能告訴我說 現在台北股市沒有成交量 今天台北股市總算有成交量 你又告訴我 現在台北股市漲多了 你又擔心從9月1號開始 中美的互科關稅 你又擔心川普投庫 又出來講說 你為什麼可以科我關稅 我會從25%再變30% 35%再變一成 所以基本上搞得大家 現在好像已經都已經做 一個所謂信心上面的 一個所謂潰體 那我還是給大家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所謂建議 我請問各位 這一個月 我們單純就股票上面的 葉水操作做多賺得到錢 還是放空賺得到錢 我舉個例子 在前幾天的時候 3406的一個所謂玉金光 盤中突出起來的快速擊殺 就當你看到快速擊殺 破線破降 你跑去放空 結果收盤到現階段 你已經輸了30塊錢了 那如果說你隨便放空個10張 你輸掉一台半台的 一個所謂國產轎車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所謂糗事呢 因為很簡單 我在上個月的月底 有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大盤的月線 它是個標標準準的紅燈 那如果說你再看這張字卡 我們講得很清楚 10476 它是月線關鍵價 老師不可能來 那既然是不可能來的情況之下 代表9月份大盤的月線 還是個標標準準的紅燈 所以說你要做一個所謂偏多操作的 一個所謂動作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說你們還是真的非常擔心 真的非常非常的害怕 我講講白你可以看籌碼嗎 因為到截至昨天為止 外資在現貨的部分 還在賣不斷的賣 賣免費的 好像把台灣全賣光光的 那麼基本上的話 我相信今天外資會出現補空 反手作作的效應 那麼就整個一個所謂技術形態的 一個所謂角度 等同於我們講白一點好了 如果說你是看指數的話 你先去看 它的一個所謂空方防守價落在10641 那等同於月關鍵價10476 已經變成多方防守價 我也不排除 如果這個主力作手夠聰明的話 為什麼 盈盈在股票市場有一句名言 如果說我的指數上下震盪 上下震盪 上下震盪代表 他可能一下漲台積電 一下沙洪海 所以說讓指數不太動 可是當指數開始上下震盪的話 個股的一個所謂 表現的夜水空間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一個大 那你說接下來到底要留意 什麼樣的夜水標的 我們看下一張字卡就知道了 那等同於我們都知道 現在內資他的夜水力量比較大 因為外資還在賣 到昨天你看到籌碼 外資在現戶的部分還持續提款 那麼這次的內資的夜水部分 他們完全點火所謂的TWS 也就是無線藍牙耳機的 夜水相關概念個股 那麼在裡面的話 那當然我們要看他的夜水龍頭指標 不是叫你們追哦 是跟大家預告說 如果說你不小心追到的夜水投資朋友 你當然要去看他一個所謂多空的夜水防守價 當然如果說你是昨天左右到今天你是賺錢 那目前2367的耀滑 因為在整個PCP這個區塊鏈的話 今天全部大漲 包括耀滑 包括2313的夜水的滑通 包括2316的男子店 都呈現大漲的夜水狀況 不過我們就先看龍頭指標好了 但同一目前耀滑他的多方防守價 落在28.3 其實有時候在股票市場上面操作 你要怎麼樣你才能賺比較大錢 因為我發現一般投資朋友 即使買對股票賺個2000塊 賺到菜全 哇菜 肥包大股 快跑快買 然後套的股票 就好像我問大家 剛剛已經有提到的 哎今天我看到被財務人見國際漲停板 那我請問大家你解套了沒 是 還差100隻漲停板 對同一大家好賺錢的一個所謂股票 跑得跟戰鬥技一樣快 那賠錢的股票抱著死 好像抱一個大石頭 然後一起跳海 石頭不賣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只要多方方下 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那當然你還是要做一個所謂偏多的操作 那另外一張字卡的話呢 我們再看 你現在可以看到一個所謂金九 金九銀石的一個所謂相關概念個股 其實金九銀石這個區塊的話 我講坦白 台灣的一個所謂受惠 他是屬於相對有限 你總是不能說 我去買Costco概念股 哎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踢笑 上海Costco開幕 竟然要排隊排到報表 而且你知道嗎 星巴克的咖啡 等於中美貿易大戰 中國說我們要愛國 我們要愛國 結果你知道嗎 星巴克的咖啡豆全部全部一上架 全部搶 對搶光光 全部搶光 那真的是有夠離譜 所以說 川普怎麼可能會叫美國企業撤出中國 不可能啦 中國市場是4億的人口 對 台灣2000萬 台灣要多深一點 多深一點 那麼當然了 我講一些比較 比較那個題外的 我們看蘋果好了 是 因為現在說盤我不知道 鴻海有沒有辦法收上74.5 因為聽說郭董市長 好像等一下有記者會 是 如果說他出來說 我也要做某些動作 會不會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說在平蓋股的部分 當然我們只看鴻海 那鴻海目前的葉水 月線的葉水關鍵價 落在74.5 好第三張字卡 就是你們最愛的 那基本上 也不能講最愛了 因為我遇到很多 營業員跟我講說 投資朋友手中滿手的被動能線 然後變成禁止戶了 賣不掉 沒有不賣了 也不看盤了 就變禁止戶 不看 不看我也沒辦法 那麼基本上 那被動原件這個區塊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這一波的國劇從1000多塊暴跌下來 借券的放空 他們賺爆了 所以說你要去查到底借券的張數 在今天國劇的漲停辦 有沒有出現一個所謂空單的 一個所謂回補 如果空單大幅度回補一半的話 那基本上他們走會比較長久 那第二件事情 我會去看他的 一個所謂多毛價 還有空毛價 但同意國劇他的操作難度很高 每次來到空毛價 你不要追哦 不要說沒預告哦 然後落在239 那端毛價都在220塊 我也不排除國劇在下禮拜 就在這個區間上下做一個震盪 是 所以謝謝謝老師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選股策略一定要記得加入謝老師的Light 那談券顯示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